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歌词暗讽中国政府在中国遭禁波 他上周推出新歌《龙的传人》 MV出现身穿龙袍 戴着马赛克小熊维尼面具的皇帝 在这个不到四分钟的MV里 每句歌词每个画面都呆梗 截止到美东时间1月29日下午 YouTube的点击量就接近300万 得知作品上架YouTube一天观看数集破百万 黄明志在脸书发文主席魅力无法党 并嘲讽附中发展艺人 我们只是脚酸 需要把膝盖靠在地上 比较方便捡人民币 仅此而已 祖国万岁 简单描述下这个MV 在黄明志这首《龙的传人》音乐视频中 开场就放上了俗称 中国龙标的国家广电总局 供应许可证 不过他将国家广电总局 改成小熊为你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随后便打出了 供应许可证电审科字 2024第8964号 落款是小熊为你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在歌曲中 黄明志对中国政治提出多项嘲讽内容 如在台湾议题上 有些中国民众主张 留导不留人 以及各地明星 为了市场迎合当局的政治言论等 其中的歌词也不断重复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一辈子的祖国人 入华夏我不枉此生等 同时 歌曲还紧跟2023年时政大事 提及缅北 假唱 辱华 娘炮 动态清零等话题 演唱中 AI合成的习近平的声音与黄明志合唱 影片中 黄帝的维尼熊面罩还被揭了下来 露出了背后的另一个面具 在影片的结尾 更是讽刺了中共的选举 反对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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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志在这部《龙的传人》音乐视频下介绍说 献给每一位海内外来自世界各国 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台湾 的中国人 一起捍卫中国人的尊严 从小我们都是喝黄河的水和吃中国的海鲜长大的 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跟在哪里 一定要学会科目三怎么跳 不要数点忘足 作为一个龙的传人 要时时刻刻记得爱党 爱国 爱主旗 近日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与中国网红发生冲突的英国钢琴家布兰登 卡瓦那也在这部音乐视频下留言 我爱这首歌 黄明志 你必须来英国 我们一起制作视频 黄明志则回应并开玩笑地表示 谢谢K博士 如果你来台湾或是马来西亚 务必告诉我 但是 不要碰我 这不是黄明志第一次制作高度政治敏感的歌曲 2021年黄明志曾发布作品《玻璃心》 嘲讽中国小粉红现象 2021年10月 黄明志与澳大利亚歌手陈放宇合唱的歌曲《玻璃心》 在各大传流平台上架后 马上在社交媒体脸书 Instagram等被网民热传 目前在YouTube已经累积了七千多万人次的播放量 在《玻璃心》的音乐视频中 各手服装 道具 场景布置等方面都充斥住粉红色 不少网民解读 这些元素明显直指小粉红 其中 歌词中的一句 说的话 你从来都不想听 却又滔滔不绝 出征反击 不明白 到底辱了你哪里 总觉得世界与你为敌 也被网民视为直接向小粉红开跑 歌曲内容除了被指批评小粉红 还提到了狗肉 蝙蝠等 以及撒币等 含有粗口意味的词语 对此 不少网民指出 这首歌曲游走在辱华边缘 据台媒中央社报道 黄明志早在8月 对阿富汗塔利班提出八项建议 并安逢大陆后 微博账号就被关闭 他为了《玻璃心》开通的微博新账号 也被关闭 陈方宇已停止更新的微博 则被封 同时 黄明志 陈方宇的作品 也被QQ音乐 网易音乐云 酷我音乐 腾讯视频等影音平台 全面下架或禁止播放 黄明志还被抖音 百度贴吧等平台 全面移出内容 今年41岁的黄明志 他的身份 除了是一名歌手 也身兼导演 演员等 不过 在大陆网民眼里 他的代表作 莫过于与歌手 王力宏合唱的歌曲 飘向北方 2021年11月 在《玻璃心》大火后 黄明志在台北 接受VUA采访时表示 起初接到 澳大利亚籍女歌手 陈方宇公司 跨刀合作的邀约后 他只是想写一首 二语弊的 有比较多转音 也有一点少女心 歌词比较大胆 好玩一点的歌 没想到会引发 如此高的热度 至于歌词中 诸多被指影射 中国政治的符号 黄明志说 他更愿意留给观众 去解读 其实这首歌 我从来没有解释过 歌曲在表达什么 在针对什么 也没有提到任何地名 甚至国名 我也没有提到 他说 对我来说 我已经把这首歌 创作出来了 到底怎么样去解读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 就留给大家去解读 比较好 互联网上 很快出现 众多剖析 玻璃心 歌词含义的视频 有网民评论 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 听到的人都从心底知道 你在说哪一个国家 还有人统计 歌里藏了大约20个 与中国政治相关的 黑色幽默梗 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有一句谚语 吃辣椒的人才会觉得辣 黄明志回应说 有些人可能会对号入座 那是因为你吃了辣椒 你才会觉得辣 这是一个对号入座的创意 在黄明志看来 观众的反应和互动 包括上传到防火长城内 立即被禁 他和陈方宇的微博账号 被封都是创作的一部分 黄明志说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社会实验 我写了这首歌上传上去 看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他把它删掉了 就证明 玻璃心这首歌的歌词 应验了这首歌嘛 玻璃心上线三天后 中国民族主义小报 环球时报 转文说玻璃心是一首打着浪漫情歌幌子 侮辱中国人民的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